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除了有快智人口的歌曲 还拍摄了很多影视作品 可谓是影视界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 璀璨夺目 殊不知 顶流的背后却充满心酸 还有一个绝情的母亲 那个时候 母亲由于家里穷 还没读完高中就被迫辍学打工 早早地踏入了社会 并且体会到了生活的不易 因此母亲对于儿子依阳千玺 抱有很大的期望 为了让儿子与众不同 光是取名字就花费了很多功夫 她从两岁便开始学艺 报了各种培训班 并做好了准备全程陪伴儿子成长 但是却换来了父亲的不理解和邻居的嘲笑 可这并不影响母亲的选择和决定 后来五岁时 母亲带着一阳千玺来到了北京 报了不下十几种培训班 白天上学 晚上就去培训班 到了周末也不能休息 六点就要起床去少年宫上课 直到十一点结束后 简单吃一口午饭 在座三蹦子到公交车站坐车去学舞蹈 母子两人通常都会坐在最后一排 因为这样方便换舞蹈服和写作业 而且在学舞蹈时 母亲也会跟着学 把学习的内容和注意事项写在板子上 回家陪儿子一起练习 等学完舞蹈 已经是夜里十点 然后倒三次车 回到昌平 总之光一天的路程就需要四个小时 为此一阳千玺失去了童年 母亲背上了绝情的骂名 十三岁那年 一阳千玺也曾参加过一档选秀节目 不仅被嘲笑有个怪名字 还惨遭评委们的淘汰 如今我想问一下当年的评委 打脸的感觉疼吗 一阳千玺走红后 当年的评委高晓松自嘲有眼无珠 虽然被淘汰 但他还是幸运的 在回酒店的路上被经纪公司的星探发掘 自此开启了北漂学艺 加入了TFBASS组合 并慢慢开始走红 但是却遭遇全网抵制 因为一阳千玺是最后一个加入组合的 长得又黑又丑 个子也不高 所以网友们议论纷纷 都觉得他不配进入这个组合 甚至还有人特意找他的各种丑照 疯狂地在网络上转发 邮寄一些可怕的物品 逼他退团 不仅如此 在发布会上 王源和王俊凯被粉丝围绕着 唯独阴阳千玺面前空荡荡的 参加综艺节目时 工作人员发现他的站位有些靠前 便立即伸手将他拉回 避免挡住其他成员 总之那个时候的一阳千玺 是最不被看好的那一个 什么事情都被排在最后面 但是面对着所有的不公 一阳千玺依旧礼貌对待 也没有做出任何解释 同时他的性格也变得越来越内敛 甚至会有些不自信 但让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仅仅几年的时间 他就成为了国内优质偶像中 最具有实力的代表 是高考双料第一 合作的电影也都是国内 顶尖的制作团队 那么一阳千玺的翻红 只是偶然吗 在一档综艺节目中 在做出选择后 遭遇了选手不留情面的质疑 选手问 什么叫打动你 为此很多人都为不善言辞的他 捏了一把汗 但他却给出了一番 非常有智慧的回答 还主动上台拥抱了选手 因为对于一阳千玺来说 质疑是再熟悉不过的一件事了 从母亲不顾亲朋好友的反对时 两岁就把儿子送到舞蹈班 背上绝情的骂名时 到出道人气和口碑垫底时 他早已习惯了 而且从来没有去抱怨过 而是始终礼貌对待 如此优秀的一个男孩 活该会红 并且他还说过 现在大家给予的宽容 是因为还是个孩子 慢慢成长后 必须要用实力说话 在他的身上 完全印证了一个词语叫 后级薄发 难得可贵的是 是他的品质 害怕影响剧组的拍摄进度 发着39度的高烧 依旧坚持在冷水里拍摄 任带断裂之后 坚持到底 上不去的地方 就跪着爬上去 我想说 如此优秀的一个男孩 应该被更多人看见 易烊千玺拿下了 第39届金像奖的 最佳男主 和最佳新演员 这样的成就令粉丝欢喜 也令他父母开心 终于不负所望 成功登顶 小小年纪便有如此成绩 成为圈中顶流 易烊千玺献煞多少人 可在少年成功的背后 要感谢他的坚韧 和母亲的一意孤行 易烊千玺 千玺两个字代表着希望 代表着千玺年 在父母眼中 千玺承载了太多 他们盼望着 自己的孩子成为龙 翱翔在天空当中 妈妈是一个普通的 不能再普通的女人 与爸爸打工相识 结婚生子 一切按部就班 有了千玺后 如同普通家庭 孩子是留守儿童 父母在外打拼 可后来 千玺的妈妈总听同事说 回家后孩子不认识了 孩子不亲了 再三思索 千玺妈妈决定回家陪伴孩子 为了让千玺有一个好的前程 她依然带着孩子去了北京 为了给母子一个好的未来 爸爸依然独自南下去赚钱 一家三口 妈妈和千玺北上 爸爸独自南下 这样的选择令邻居亲人不解 他们纷纷劝阻 一家人如此分散 还要如此辛苦图什么 可母亲听不进去 她一意孤行 带着一阳千玺去了北京 两岁千玺妈妈便为千玺 报了很多培训班 从舞蹈到歌曲 从现代到鼓舞 样样不辣 到了五岁 千玺除了文化课 还上了进十门补习班 这些课时的开销并不小 因此他们过得也不富裕 2005年的时候 千玺拿下了 才艺训练营的州冠军 看到这个成功 千玺妈妈更加坚定培养儿子 09年 千玺加入了飞炫少年组合 学习压力更加的大 从周一到周五 他们整日奔波 千玺的作业都是在公交车上完成的 千玺的练武服装 公交车上换下的 每日六点出门 晚上十点到家 高强度的学习曾一度压垮千玺 可她看到疲惫的妈妈 放弃两个字 怎么也说不出口 千玺犯了错 妈妈会让她劈刹一小时 千玺有了进步 妈妈也会大方点赞 这便是千玺的母亲 为了练习耐力 千玺空隙会练习书法 练到最后 只放在一起都能到了千玺的腰部 可想而知这是多少张 后来千玺终于成功了 她在12岁那年 以TFBS组合出道迅速爆红 但爆红后的千玺 也没有停下自己的脚步 多年来的紧凑情形 让她无法停下自己的脚步 一步一步站在了圈中顶流 一步步获得观众的喜爱 唱歌跳舞演戏 无所不能 但在千玺成功的背后 离不开她的坚韧 离不开母亲的一意孤行 离不开父亲的支持 离不开父母的格局 她没有在高压的教育下产生逆反 她没有对学习低头 她一直都在和时间赛跑 最终站到高台 接受万人瞩目 千玺还是一个非常懂事的孩子 她还有一个弟弟叫南南 跳舞也非常出色 但是千玺表示 她只希望弟弟快快乐乐地 不希望弟弟进入娱乐圈 她说太累了 哥哥吃过的苦 不希望弟弟也再吃一遍 可见千玺年纪小小 她是个非常有担当的男子汉 现在一阳千玺已经成为了顶流 粉丝无数 可谓是赢家了 从透明人到顶流 背后一片心酸 最后呢 希望四字弟弟发展越来越好 他的努力配得上大家对他的喜爱 让我们一起期待他的新作吧 咱们看着长大的孩子 他越来越出色了 因为这一切会有点控制了